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2006年的年底成立的 其实这个组织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 我们想寻找和发现中国式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 在过去30年中国诞生了一批白手起家的商业的成功者 我们希望能够发现这些商业成功的背后的原因 更多的时候呢社会公众还有媒体 喜欢去关注企业家们的秋天 看到他们今天的一些商业成就有多美好有多宏大 但是我们更愿意去关注他们的春天 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让他们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The club counts Alibaba's Jack Ma Wanda's Wang Tenlin and also for Sun's Guo Guangchang as members But there are only two women The chairwomen of Yves Group and also Long Four Why is that? 在我们40多位理事里面目前只有两位女理事 这个比例看上去是不高 但是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大的比例 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群体 再来看女性企业家可能那个比例会更低 但是人数的多寡不重要 重要的是俱乐部确实有非常鲜明的女性的力量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女企业家身上所彰显出来的 她们的很多的特点 都跟男性企业家其实分别不大 The companies of your members represent And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s in China What kind of trends do you see in terms of their focus markets and investments this year? 俱乐部40多家公司 每年在创造着超过2万亿的销售额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了 在这里面呢 如果按投资的趋势看的话 我们先看国际的境外的投资 这两年确实是在民营的境外投资当中 CEC成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您刚才提到的复兴万达等等 包括万科 在这样一个趋势里头 我们看到宏观的背景是中国 已经在14年和15年交替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资本的输出国 这其实有一个原因在我看来 是跟10年以前不一样的 当然我的工作关系认识的 都是中国最大和最好的那些公司 我看到的这些公司 跟他们10年15年以前比 今天有两个能力是 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的 第一个是资本的力量 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以前 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财富用于投资 第二呢就是 他们在今天拥有了产业当中的 非常好的管理的优势 管理和经营的这个能力 变成这些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不简单的是说 背靠一个中国的大市场 或者是背靠一个中国的 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口市场 我真正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 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的人均GDP 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消费收入 可以让女性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家庭 这是我由衷的愿望 但是现在看来还在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女性应该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她必须要去工作 但是她也必须要去进到家庭里面 为人妻子和为人母亲的责任 女性的责任有了一层桌子 女性能够达到海岸的位置 什么是中国的原因 女性能够达到海岸的位置 在中国的位置上的位置 我觉得可能女性也不应该有 太要半壁江山的预期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目标 是要达到百分之多少 二十三十甚至是五十 要有女性的高管 我觉得这个预期可能 就不太对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 男性女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所以它应该是有差异的 女性应该更多享受生活 或者是说女性应该更多地承担 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当中的角色 职场的东西只是生命体验的 一个角度和一个部分 你自身上学了在学校 从学校里 和从中国的博士学校的博士学校 从中国的博士学校 中美国的博士学校 如果您能够给予一些建议 在中国的年轻人员和商业人员 那是什么呢 MBA一定要去读 无论如何 是要让自己有一个系统的训练 实际上MBA的教育在过去三十年 两个大的价值是一个是爆发了一群创业者 那么这些创业者其实不是被培训出来的 他们天生的DNA里头就有这种强大的基因 但这只是社会上极少数的人 但是这些人需要的团队 是需要有系统管理能力 是需要有系统思维的 所以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商学院可以说帮助相当多的中国创业型的公司 慢慢的向一个正规军集团军的打法来过渡 而且变化非常之快 进步也非常之明显